安平乐道 维维到来 我是安平 我是维维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乐道 不管是乐道也好 还是说话也好 其实这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是 尤其是用方言来说话就更难了 对 那最难懂的方言是什么呢 温州话 你会讲吗 大国的河 我的天哪 你真的会吗 真的 那是跟我的温州朋友请教过的 那意思就是你好吗 哇 我这要看我们的观众 有没有温州人 对对对 选合一下 对 但是你知道 就是这个最难懂的温州话 其实是中国最早用拼音注音的方言 真的吗 比普通话还要早半个世纪 做这个的人就叫苏惠伦 苏惠伦 你是女歌手吗 我不知道苏惠伦会不会唱歌 但是它在温州传道26年 而且它是最早使用拼音来注音中国方言的外国人 而注音是今天中国人使用电脑输入最普及的输入法 很有可能就是你不小心一输苏惠连就 跳出苏惠伦来 是造成误会 对 今天呢为我们读信的是许南胜老师 是 许南胜老师呢 他是知名的广播员 也是节目主持人 就让许南胜的声音带我们进入到苏惠伦的世界 一八八三年一月十二号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几乎不能想象在年冠时节 你们待在一个没有壁炉的地方 但我此刻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 我这里没有壁炉 温州有山有水 向东是一片广袤的平原 一直延伸到海湾 那里遍布的群岛上生活着一群渔民 其中有很多人不愿意过诚实本分的生活 而是冒险做起了海盗的勾当 温州向北的群山住着许多勤劳的农民 不过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不少拿枪的强盗 这群强盗中没有具备抢劫大村落的能力 他们不过在夜间闯入民居 抢掠一些财物 就让他们心满意足 由此可见温州周边的群山和海岸 从来都不缺少恐怖活动 这让那些不得不生活在温州的人 感到无限的恐慌 但是不管怎么说 温州依然是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到处都是起伏的山巒 到处都是河流小溪 让人赏心悦目 身心舒畅 欧江虽然在中国地图上并不明显 但却和赛文河一样长 而且在很多地方都与之相似 温州的人口主要由农民和地主构成 这两大阶层也是大清国的棋梁 温州的经济地位可能不如宁波 但从传教的角度看 它即使不比宁波重要 也起码与它旗鼓相当 温州地域更为广阔 人口也更为稠密 粗略据算 温州长100英里 宽50英里 面积约4700平方英里 换句话说大约是威尔士的三分之二 温州拥有250万人口 大约是威尔士的一半 我们说当地的方言 温州方言不比中国其他方言一懂 就像威尔士语那样 庞大的人口遍布在六个县 十个城镇 二十个市镇 和四千多个乡村 爸爸妈妈 请为我在中国的工作祷告 愿上帝赢得更多的灵魂 您的爱子苏惠莲 母塔抚养师 母塔的爱子 我们温州话词很难语 可是这个苏惠莲呢 很非常的有智慧 神给他有特殊的恩赐 神给他有特殊的恩赐 我们温州话词很难语 可是这个苏惠莲呢 很非常的有智慧 神给他有特殊的恩赐 在这里就把这个恩赐的方言说出来 这是上帝特意派来 祝福我们恩赐 与中的二十多年 有些东西的日子 过比如 一千一山的黑王 那里呢 必不要得日 学悟日 一种无闻 只能我认为 很多老父女与不仍然 帮忙地学悟 现在学 我走得适的高度 宇宙摆个荣山 十顿将乐于 我们今天的温州说起来 是觉得是一个富裕城市 可是那个时候 在清末的那个时候 那是一个非常穷困的地方 而且很动荡 还有强盗 对啊 很多人没有生计 就变成了流寇 严重缺乏安全 是 而且我想应该 最大的一个适应问题 是语言吧 因为温州话是最难的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显示出了 后来看到的 真是一个神迹 就是他那么快的时间 就掌握了温州这本语言 那今天我们解信的是一位温州人 他呢 也是苏惠南传记的作者 就是沈家老师 带我们解信的 还有林志平教授 那林志平教授呢 我们人称林哥 也是宇宙光的创办人 他也是宣教史的研究专家 这封信呢 是他刚刚抵达温州的时候 写给母亲的一封信 他是1883年的年初 来到温州 那时候是一个 正好要中国要过年的 一个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你要知道 那个时代的苏惠南 只有二十多岁出头的 这样的人 你不能以今天一讲到苏惠南 你就想到的是一个 慈想的老者的状态 他其实他有他的年轻的时代 他就是那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走了那么远的路 走了接近半年的路吧 那隔了那么遥远的地方 来到温州一片陌生的土地 一个很小的年轻人 给他的妈妈写的这样的文章 又是一百多年前 我觉得你要纳到这个时代的背景下 你就会理解他有多么的思乡 他有多么的孤独 或者来讲他有多么的不适应 他刚来到的那片氛围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你去理解他的这封信 他为什么会这样介绍 他既要向妈妈介绍 我新来到的这个地方 是怎么样的光景 第二个也得跟他妈妈讲 这个地方 跟我在英国的那个家乡的那个场景 有多么大的差异 一百多年以前的中国 他今天接近一百三十三十年了 那其实来讲 跟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 是天差地扁的这样的一个中国 那比如来讲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那个时代没有自来水 那今天你觉得一个城市 没有自来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城市没有公共的卫生 没有公共的卫生设施 这个城市没有一座医院 这个城市甚至没有一所现代的 现代的学校 这个城市里的人都是 讲今天不文明的话 可能都是随地大小编的 那个这个城市里也没有公共汽车 没有现代的交通的工具 就是这么一个光景 今天你 哪怕来到一个中国的一个别的地方 农村 这个地方要没有宽带 你就得没法生活 你能想象在一个城市里 没有公共卫生设施 没有水的地方你怎么生活 但苏惠联来到了中国 那时候就这样的一个中国 所以其实来讲 就他的状态你是不可想象的 今天的人不可想象的状态 苏惠联在温州待了二十几年 二十五六年 待了二十几年 所以他在温州奠定了非常稳定的基础 那当然他在那个时候 他不仅是在幕会 他也是非常看重中国的经典跟文化 他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经典的书 他可以埋头在温州 那么一个讲大家都听不懂的温州话的地方 他学会讲温州话 我觉得当时的传教师实在不可思议 当时的传教师真的 他们都说他们自己学语言学不会 很不愧 很困难 但是很多宣教师都是会好多种语言 好多种中国方言 所以这也说明了 我为什么要叫做上帝说华语 那些传教师他不说当地的图语 别人不懂嘛 他不仅是说 他还用当地的图语写 用拼音来写 这个简直是匪夷所思 苏惠莲呢就是视野比较开阔 他刚到温州 他就能够利用中国人的宗族的祠堂 进行聚会 我觉得一般人做不到 那个时代的基督教的很多眼光当中 你那种宗族的崇拜 那就是异教啊 那怎么可以在你们宗族的这种崇拜的祠堂里 我能做基督教的聚会 并且他觉得就应该这么干 并且因为在那个时代的农村 可能只有这个场地是公共的公共的场地 所以你今天回过头来看看 他有比较开阔的视野 有比较开阔的开阔的眼光 那并且来讲他甚至会觉得 我把医院办好 因为医院比如来讲 他是面向并不是仅仅面向教徒服务的 他更主要是面向穷苦人服务的 不管你是教徒还是非教徒 到我医院来都是平等我给你看病的 那么他办的学校 也并不说我只招教徒的孩子 我面向全社会招生了 就这些社会福音的工作 其实更广阔的带动了他的福音的工作 我觉得这些就是他比较开阔的地方 所以他才能把这个事情办的比较大 苏惠莲除了是一个传大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下 我觉得你还得看到他的非常重要的概念 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 不论是他最早的从事温州方言的研究 还是最早从事中国古代典籍 比如说他把论语翻成英文 这样的研究 还是后来从事中英关系史的研究 哪怕到他的最后的晚年 从事佛教那个学术词典的编撰 其实他都有他非常深厚的学养 并且是做学术工作的这样的一种严谨的态度 所以在他的这两个方面 他的外向的一面是一个非常有领导力的社会活动下 他在他退回苏在一面 他是一个非常勤奋 并且能把工作做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学者 这两个层面加在这个苏惠莲的身上 所以苏惠莲才成为那个时代 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传教士 简汉学家 苏惠莲呢 在晚年回到牛津大学做汉学讲座的教授 那他也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带回了西方 这可以说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机会 对 其实苏惠莲和很多的宣教士一样 他们都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他们的卓越的语言能力 还有学术的素养 那如果我们说用宣教士这个词来形容他的话 我会觉得是比较单向的 因为他其实就像你所说的 把中国的文化也介绍给了西方世界 同时呢 他更是促进了不同文化 心灵和精神之间的这种的一个交流 我觉得是一个和平的使者 是 也见证了基督信仰 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的普世性 是 上帝不只是西方人的上帝 也是中国人的上帝 谢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乐道 我是安平 我是薇薇 再见 离开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事业奈丽 你甘心献上唯一 因为这就是心 就算没有得照应许地 你依然欢喜 在这世上几句可虑